TX4.0,040,040.0 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201年增加两国之间的旅游秀向交流 已经超过的110万 那么这几年 尤其是ADS开放以后 两国之间的旅游交往 已经当到的一个很好的时期 那么我们希望这种态势 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 那么今年这次 今天我们主办的 首届家中旅游宣存日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 在这个很好的 良好的氛围和气氛中 进一步地把中国旅游 向加拿大人推卸出去 同时也进一步加强 中加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和交流 那么这个活动的局面 并不仅仅是咱们 加拿大旅游业界的一个工作 也并不仅仅是几个协会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先期的联络过程中 已经和国内的很多省事 尤其是西安和今天的主题 是西安和青岛 两个市政府也好 这个流部门也好 流企业也好 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协商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四大协会 作为一个代表 那么作为西安和青岛代表 在加拿大全部进行推卸 那么我想这只是一个开端 那么以后还会有类似的 更多的这种交流活动 宣传活动 还有一种促进活动 更高的发生在加拿大 或发生在国内 简单讲讲 西安和青岛的特色 西安和青岛实际上 都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 旅游城市之一 那么它也是中国 旅游产品和旅游资源的 一种精华的浓缩 为什么这样讲呢 西安它代表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历史 它具有宁众的中华民族的很多的特色 那么它的兵马有了 它的大雁桃 它的背铃等等 这个是举世主 举世都有影响的 那么也是中国 比如精品线的之一 青岛 它是东北的一个海滨城市 它的自然环境 它的现代化的建设 以及它在若干年前 留下的很多 不管是国外的建筑 还是国内的建筑 那么都很具有特色 也是一个典型的 中国的一个北方的海滨 度假休闲城市 那么这两个城市的宣传的介绍 正好反映了中国两个 很典型的一个侧面 一个具有历史文明的 一个古国 加一个现代发展 一个国家 那个两个很好的交融体 我觉得反映了 这两个很重要 两个侧面 那么也代表中国 旅游资源 旅游产品的 现在一个现状 第二个问题 在加拿大推广 中国旅游 碰到什么困难吗 加拿大在 在加拿大推广 中国旅游 实际上最多的 我们觉得还是宣传的 力度和广度 包括身体不够 因为 我想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了 那么 中国移民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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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 那么对中国还是比较了解 但是 扩展到其他的种族 其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群体中 那么这个相对来 对中国了解 还是很有限的 那么我们想 比如说 这个英译的 法译的 包括一些其他 国家来的 这些 熟悉旅意 那么他们对中国的了解 还是很有限 可能仅仅停留在 比如说一个 长城 一个北京 一个共工这样的 一个 这个表面的一个 词词 那么我们想 就通过这种 咱们这个 华人的这种媒体 就少了北京 长城等等 获展到中国 整个国家 整个城市 整个地区 这样了 我想 中国旅游资源 中国旅游形象 是这个 丰富多产 并不单一的是一个文化 也并不单一的是一个历史 那我们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 精彩东西 等待着 全 加拿大的社会 全加拿大的人民 去了解 去发现 好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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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你 员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